在迪古达拉受伤之后 必须要让Harrison Cross能够顶上三号位 当然迪古达拉受伤以后 整个这个金州鱼会受到的影响非常的大 除了自己本身的防守能力下降之外 另外一个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 Quartz是地图球员 它反而在反对上可以得到大概十分十三分左右的分数 现在在场先发了 所以让整体的金州鱼是对反对的分数 而是四分掉到只有十五分而已 哈尔一开始要叹打Boga 结果球 从这个Boga的跨下过也发生了进攻失 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不管是Wide Howard 要不然James Harden 和Patrick Beverly 刷一场都大了四分之复的时间 我现在进攻Terrence Jones 三分外线走天 一个Lopas到了禁区 Temirley 凭分还造成了 结果是总部为一 在微服速率也真的上行动女士 告诉我们大家只能观察 因为昨天在里教练 Kevin Samson 其实只用了八名套路员 而且他的地步全部总共只拿十四分 没错 像只拿十四分啊 其实分数听事要讲不多 可是没有一个人上场时间超过二十分钟 所以这次拿得不多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对 您说 昨天只上场十四分钟 Henry 觉得今天您说 会得到多一点的爱 今天要换教练 所以还是没有 他可能会没有办法 不让自己 不踢不 让这些踢不穿上场 等到他先发球会打到已经 舌头都在跳出来的时候 开始吞口水的时候也会知道 好像踢不穿该上来了 另点是Hunson的出手比较多心 James Carter 又是一个失误 这个失误有点粗心啊 没错啊 Harley非常喜欢用身体再进去找犯规啊 可是刚刚对方没有动啊 身体的风中他掉球啊 Henry Jones的出手也没进 打了两层钟 双方的运动运动相当低迷 我这边更是还没有开张 目前三头运动 但是Henry Jones 开始打了一点 可是呢 这是因为 Kevin McClough在掉入他的板凳的时候 板凳球员上场的时间 都超过大概二十几分钟左右 可是Henry Jones 没有人超过二十分钟 也就是说 他本来拥有打back-back的本钱 可是现在本钱没有出花 造成他先发球员造成很大不大的困难 今天可能要看我Timmy球员才能行球哦 只是看Henry Jones 愿不愿意让Timmy球员上来啊 对 Kelman Samson教練 他去年 他也有一段时间带领 女儿有状况的Metel教练 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 他对林叔豪的使用时间是比较少的 Celman Samson非常印象保守 你从不管是林叔豪的状况时间 其他球员的team 很爽的人都知道 还是没办法投进 這球應該沒問題了,Klay Thompson 我調整一下他的飲食習慣,很多人是太多 小柯莉,從他的看管的營養師學家說 他每天平均吃的巧克力巴的這個 平均的數量是24條 身體大,是不是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改變他的飲食習慣之後呢 現在懶蛋球越抓越多 而且暫停回來之後,Parsons也得分 我現在病人做的調整 對於那些上的調整 我當然啊,在火箭隊來說呢 一開局啊,要判斷對方今天的戰力是如何 Andre Walker 穿個中空啊 可是這根本就沒有了,Festas Easley啊 Tips的中空都是受傷的 所以意思說,對方只有一隻中空在場上 可能可以贏,果然這一次在比之後 第二波的攻擊就是 果然還有持球來攻擊 Badley, Leading Pass Tips, Terrell Jones 回來做火箭的年紀了 而且馬上追平了 Andre Walker 也知道 他後面沒有替你中空 今天最重要是在半規次數上 好好地節省一下 Tipsley 在昨天 書球比賽各人抓獎了11個籃籃 所以他各人打開是想要賣力 清除了8個籃籃 我拿來拍 все 我爆青史中東來的足頭 那樣得到Early points 因為他的幾能來改 越早來說 比他來說 頭來運動也可能越高幾 那樣 火箭啊 在前面那場出戰小牛的絕殺勝利當中 他個人也抓下來有18個籃籃 已經是從2001年12月30號以來 他第一次籃籃是超過15個的比賽 在比賽當中練習 這個才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低球有發進 最近這個兩棲 他的發球命中率只有不到5成4成9而已 為什麼4成9 可以進入到5成 又到6成左右的一個成績 對球隊的壓力絕對是減少 我見到這個相當快 Haven Curry 對球其實轉移 相當可怕 祝福在聯盟當中排名在第三位 OK 聯盟當中非常高的比賽 不太可怕了 所以武士隊其實還是足夠在他們當中 沒錯 我覺得在進去的幾個體育中 我們陸續受傷症狀況下 他要遇到的也是受傷的情況下 三分的投射掉 這邊已經連接三場比賽 拿過大手 根本直接撞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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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